半导体封测大厂日月光跟细品日前宣布共组产业控股公司 最慢在这个月底之前签订股份转换条约 而今天股东会上日月光营运长吴田玉说 希望大家给双方多一点时间把合约谈清楚 一旦成为控股公司 希望能够在市场上发挥最大的效益 另外谈到是不是要开放陆资参股 我国半导体IC设计产业 吴田玉说配合政府的决定 目前的进度双方在进最大的善意 继续把一些法律上跟一些细节 那我觉得说在谈合约的时候 我们必须扎扎实实面面俱告 所以我想说希望大家给双方一些时间 谈到日月光和细品共组产业控股公司计划 营运长吴田玉表示双方仍在努力当中 签署协议日期将延至30日 吴田玉说面对大陆半导体产业不断壮大 企业整并绝对是趋势 但谈到是否开放陆资参股 我国IC设计产业 吴田玉态度保守许多 从商业上的角度我们是乐观其成 对于陆资开放 一方面我们是乐观其成 一方面你也必须要顾虑到 国内在各个层面上它的考量 基本上我想政府在这个上面 应该会有一些很睿智的决定 那从产业面来讲的话 我们会配合政府 对外是面对红色供应链的威胁 另一头还是面对英国脱离欧盟一事 冲击国际市场 是否也对日月光的营运造成影响 对于所有的国际金融 它一定会有一些层面的影响 我想有短期的 包括心理上的一些障碍要克服 那至于说中期跟长期 我想我们现在很不容易看到 未来发展的趋势是怎么样 那有一点是固定的 就不管在国际经济体怎么变动之下 我想我们把基本面做好 强调稳住基本面才是重点 但英国脱欧造成外汇市场一片混乱 部分企业产生汇损 吴天宇表示日月光的营收 在欧洲市场所占的金额不大 另外日月光持续采取避险措施 集团购买材料或员工薪水 主要以美元支付 持有英镑和欧元的比例不高 因此预期冲击相对有限 优电TVS米李嘉宏高雄报道